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时照聚焦,4月20号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中共武汉病毒实验室 这个内容我们前天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 我们分享速度很快 这是来自于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的一个小组研究的成果 我们陈述他的研究报告内容 研究成果的报告提到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的泄露 而泄露的本身是两次 一次发生在七八月份 一次发生在大概在九十月份 就是听起来应该是在九月份到十月份左右 那我们当时的指导的资料就是石正丽当时呢 在九月中旬的时候 2020年2019年九月中旬的时候 那当时的武汉实验室曾经被关闭过 那他的直接表直接的验证的资讯呢 就是所有人都用手机对吧 所以在手机的与手机相关的一些监控系统当中 发现在九月中旬的时候 那个建筑物里面没有任何手机信号 两个星期14天 所以你看到后来有关病毒 阳的什么都是七天十四天二十一天 我们当时跟大家讲述七的定数说 这人们都在使用这些 顶尖的国家顶尖的科学家 所有都在使用七的这个数字 却没有任何人去研究说为什么 也没有任何人去愿意承认 这是金木水火土日月 真正三界对生命影响 在今天所谓科学的一切 人说科学论证必须七天十四天二十一天 那你让我说你就是个傻瓜 你就是个傻瓜 那三个七两个七一个七 这种定数的概念就在我们生命 连我们别说你了 连我们的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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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爷爷的奶奶的孙子 还没有的说就已经有这个 而今天的人的愚蠢 来自于对科学的崇拜 对科学的崇拜 而科学展现的一切 只不过是中共国中国传 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当中的 连那个 连那个亚师都连那个 都不连根本都不算 就我跟你 我们举个例子 涛哥你为什么老用男女去 要看节目 为什么老用男女去说 而不用一些什么专业知识 专业词汇 你没有文化 我没文化 我坦白跟你讲 男女是生命 知识是傻瓜 文化从某种程度上 文化是低于生命 为什么 这世界上存在的一切 中国的传统 无疾生太疾 太疾生两疑 两疑是什么 两疑是阴阳 阴阳是什么 人就是男女 对不对 那你阴阳 手心手背是阴阳 对不对 脸跟后脑巢是阴阳 是不是 那你胸前跟背后 就是阴阳 是不是 你屋里屋外 就是阴阳 是不是 太阳月亮 就是阴阳 是不是 这是生命 这是我们生命 以这样的方式而存在 所以 阴阳何为一体 那就是 两疑 走太极的话 阴阳何为一体 走太极 你儿子出生了 生命繁衍的过程 但它又是相生相克 这么对应出现 当你沉溺于 就是被这种阴阳 所左右的时候 所吸引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没办法生亡 你回归 回归不到自己 你生命 意识不到自己 生命本来的魂魄 所以 灵与肉 是不是就是阴阳 灵与肉 肉是阴 灵 是阳 对吧 走入了纯阳体 一个人 真正说阳气很盛 妖精鬼怪兽 没有任何东西敢碰 连这个东西都没了 知识 知识是什么 知识是什么 知识 今天被灌输的知识 严重 极其 99%的覆盖了人们的灵性 比尔盖茨有知识吗 肯定有 他又没有 因为他是辍学的 因为他是辍学的 你的知识怎么去解释 在这地球上 在今天的环境中 是犹太人在统治的一切 你怎么解释 你解释了吗 连那教授的教授的 他爹的教授 都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教授 因为他是教授 因为他是教授 他不是生命中的 你的师父 你能体会这中间的故事吗 中国传统的修行中 叫师父 师徒如父子 那个师父 是开启你 灵性的 因为他生命是永存的 整天看西游记 看不懂 还教你儿子 整天看风神演义 就看那 妲己跟咒王鬼混 你现在查 中国 大陆 台湾 香港 拍风神演义 拍过大概十一遍到十三遍 所有的讨论 都在讨论 妲己跟咒王怎么胡来 把江子牙草扔一边去 那骚老头子你看他嘛 然后个个过敏堂皇的说 我们有文化 你没劲 老谭男女 你回家就干什么去 现在人真不怎么样 真的 真的肮脏 最流氓的都穿着衣服 最流氓的都戴着眼镜 最流氓的竟是出口成章 本末倒置的一切就跟白宫一样 所以我们就说这意思了 那这里头 就这个故事 你回过头 这个故事 就是这么表现出来 那病毒实验室 美国人给的钱 研究病毒 研究病毒干嘛 是为了研究疫苗 造福于人类啊 大白罐都是救死扶伤的 结果人都死他们手里了 没错吧 金融专家帮你赚钱的 你们全赔了 就他挣钱了 一年挣十几万 打工的 这就是这个年代 没什么的 让着民主的都走独裁的路 你今天马克龙 你说他是共青团 你说他是共产党 你还是说他是民主斗士 马克龙 那马英九 对不对 你说他是民主的 他还是共产党碎碎 你说 这个个都是屁打头 我说都是博士 马英九 蒋经国的秘书 翻译在美国读的书 故事是这么来的 他说 他跟你讲什么 我讲人坏了 人坏了 就全坏在男女这点事 引出来的 文化全成了欺诈 文化全是欺诈 那就没招了 所以 这个东西是个欺诈 这篇内容 我们当时跟大家介绍了 参议院拿出的报告 是两次泄露 两次泄露 在泄露之后 这篇报道重点改了 他就说 在11月中旬 开始研发新冠病毒疫苗 在疫情正式开始之前 那就对了 对什么意思 中共病毒最早的病例发现 在川普 在川普的年代的调查的过程中 是在11月上旬 那12月 2019年12月初 是最先出现的 到了12月底 李文亮举牌 李文亮举牌的时候 那个时候 在武汉中心医院 已经 已经 已经那样了 已经 有人住在医院里了 在应该是武汉大学的 那个湖边的 湖里头 那 而这个时候 等到了 这个 到了这个 12月31号 跟2020年1月初的时候 海鲜市场的 故事就出来了 所以海鲜市场的 那个地方 是掩盖的 现在你就知道 那地方是掩盖的 那 而真正病毒的发生 真的就是在 2019年9月份 在他对 石正丽对整个管道系统 进行大清理的时候 它意味着 已经扩散了 因为 它清理的是 整个 P4实验室里面的 这个通气系统 那病毒 通气系统 那不是就出去了吗 所以 为了 很 后来我们看到的故事说 实验室的那些人 把实验室的动物 拿到外面去卖 换钱花 那实验室那些人 很多人 其实可能就去海鲜市场 去吃东西 就 他们有这种正常的生活往来 这样的话就成 形成了一个故事 实验室里面的人 早已经出现病毒状况 实验室里面的工作人员 出现病毒状况的 和染病的时间 被发现的时间 在10月初 有两个人 感染 我们就把资料 汇集在一起 两个人感染了 在10月初 所以这是前后 在他通信系统修理的前后 出现的故事 当里面的人也感染了 而又把这个东西 就是栽赃给了海鲜市场之后 那栽赃海鲜市场的做法 效仿着SARS 1.0 叫什么海国李 是什么国格李 就是当时的这个 当时的这个 钟单山 在2003年的 北京非典时 衍生的故事 对不对 所以他的故事 就是那个时候 就已经开始造假了 而他造假的同时 把源头推出去的同时 他却开始进行疫苗研究 所以在疫苗研究的时候 真正的病人已经 扩散出来的病人 已经出现了 11月中旬上半旬 那英海鲜市场 而出现 率先出现有症状的人 是在那个时间点 所以他知道扩散了 已经守不住了 他就开始研究病毒了 研究疫苗了 然后那疫苗 他需要时间 所以我们跟大家提到过 他为什么 中共 中共政权 绝不进口海外 海外疫苗 我相信朋友能理解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间在知识文化中 在科学文化中 讨论的一切 都变得一文不值 而我们当时讲的很清楚 这个病毒 是残缺不全的 四肢不全的病毒 对不对 那到了海外能证明 他说他有四个柱 就是病毒 他也是公的母 他都是这个 结果他发现的 与病原体的 那个 他是四个柱 就是四个宫的病毒 那四个宫的病毒 并排排在一起 是并排排的 他讲说 那不可能 在自然界不可能出现这 自然界全是配对来的 全是阴阳男女来的 公的母的吧 这么讲 你不愿意把自己叫男女 你就叫公母 全是公母来的 那四个宫的顶在这 那我们当时节目讲的很清楚 你得找四个母的 咔嚓给他套上就完了 这就是疫苗 甭扯那东西 对不对 你光有螺丝不管用 你得找螺母 几个螺丝 你弄几个螺母 他把天下事就这点事 他弄这么多文凭 他骗人东西 骗钱花 骗你自己骗别人 所以这是我们当时讲的 那当时的麻烦就是 他病毒 他没做完 他跑出来 这就都不会了 对不对 说你生孩子长了八指 哎 他不知道该切哪个了 对不对 说生孩子长了三个指头 两个手指头没长出来 哎 这怎么接 没有接的地方 五个手指头它长了仨 你说再接一个 它没有接口 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他习近平为什么不相信海外疫苗 那是 各谁谁也不相信 我们家病毒 全心全眼 你做的疫苗是全心全眼 全心全眼 不好使 我得做一个 我们家病毒是全心眼 我做一个疫苗也得是全心眼 那习是疫苗就出来 他当然得自己研究 所以那 这个东西如果是真的 那习近平就 就背了大罪 这是背了大罪 因为他知道一切 他完全知道一切 等到了来年的三 来年的二月份 号召海外所有的共产党的走狗 围肩 围剿 整个海外市场的个人 个人卫生安保系统 保健系统 那口罩啊 手套啊 就就围剿这些 对不对 那有些丧尽良知的中国人 有个女人 对不对 在佛州 开着车 在方圆一百公里 搜缴了所有市场的 口罩 手套 个人用户品 然后说 那个老外真单纯 他还给我送货呢 我把货都买走了 明天他死光光 那个中共国女人 拿着美国的 美国的公民的绿卡 谁丧尽良知 唯利是处者 没一个是好人 谁没有人性 这就是 今天的人堕落到这份上 那习近平 号召人们去 去 号召中共国人去抢 为了挣钱 等到三月份 美国 这个 意大利出现了 美国出现了 在这期间 他从武汉 往外放飞机 这是习近平的罪恶 全国封城 把武汉给封了 然后从武汉 飞机往外飞 武汉飞到广州 深圳 上海 北京 然后从那往外飞 六千多架次 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了 习近平真的是这场 大疫情的罪魁祸首 他罪魁祸首 不是病毒出现什么状况 他罪魁祸首是在 事情出来之后 他有意用病毒攻击了 整个人类社会 我西方文明社会 你看短短就这么段故事 因为我们其他都讲过 所以应该是这样 这样的话 如果被西方社会认证是这么回事的话 那就看西方自己表现如何了 那你我 我们只知道事情的真相 那这个故事的论证 跟石超在2019年 2020年病毒出现之后 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是完全对 涛哥讲的完全对的 判断的完全是对 感谢朋友 支持 没有中心的整个人 vamos上思证 要有数换了 我可不得了